人情话题来看到 国立东华大学校园面积辽阔 很多学生都会骑机车或脚踏车 直接到上课地点 但校方最近打算花600万元经费 在学校里头装设区间测速 而且限速30公里 同学看来认为 这样的速限实在太低了 也担心未来会有罚单影响到毕业 但校方强调 主要是因为校内车祸事故不断发生 为了保障师生安全 才会做出新的规划 学生骑机车赶往下一堂上课地点 在东华大学内是常见的景象 因为整个校园面积有250公顷 不少师生以交通工具代步 不过最近校方却打算 在校内装设区间测速 速限还只有30公里 引发学生不满 有点浪费公款 其实校方有蛮多 可以去做额外的建设 担心如果没有缴款 然后学校会不给毕业证书 或者是一些限制 学生担心未来会有罚则 影响毕业 但校方强调 这回打算花将近600万预算装设 是因为校内连续两年 车祸事故高达60件以上 年初更曾经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为了保障师生安全 才有所规划 区间测速是做一个实验性质的 来看看到底我们学生们 经过这样的情形 速度有没有慢慢放下来 第一次投资的经费 当然会比较多 校方表示区间测速 预计11月完成会刊后 明年才会开始施工 目前只会监测 没有罚则 详细规范将进一步 和学生会讨论 期盼能让校园更加安全 记者陈金叶花莲报道 说到明年之后 和学生密码 会议 世 详细 解释